你的仁德医院 害死了我的爸妈 于飞不知道如何自处 也不知道该如何跟我相处 这是他恨你的原因 我递上你知道 考虑清楚做好准备了吧 我只得二身份证 还需要什么手续 得做什么准备 只要身体健康就可以了 其他的 不需要做什么特殊的准备 我们医院有全市最好的 肾病科大夫 也有最先进的设备 但是因为移植身的工体和受体 存在着抗原差异 移植以后呢 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排斥反应 会直接影响到移植身的存活 所以在这之前 我们要做一些 配型方面的检查 只有在配型成功之后 才能进行移植 还有一个事情 我需要跟你说清楚 肾脏是人体 一个很重要的器官 一般情况下 我们会建议年长者 捐给自己的子女 但是对于你来说 毕竟还很年轻 少了一个肾 在生活当中 肯定会造成一些困扰 所以你考虑清楚了吗 我知道了 化验室在哪儿 好 跟我走吧 今天要做的检查比较多 今天要做的检查比较多 我们先去做一个 HLA和PIA的检查 于飞 墨墨 你怎么来了 我带她去做一个 HLA和PIA的检查 检验科今天就三个人 忙都忙不过来 队伍牌可长了 看什么看 好好说话 那怎么办 抽血是吧 那我去急诊科 给你们拿几个真功 裁卸款就可以了 怎么才能用最短的时间 给她做一个配型检查 找小枫 她跟四乔特别熟 小枫 那四乔呢 不知道 可能杜主任找她 有什么事吧 四乔 正找你呢 这是于飞的朋友 你不是跟小枫熟吗 大家都去抽个血 怎么了 没什么 那我们去吧 我带他们去就行 走 昨天喝酒了吗 没有 有没有收入大量脂肪 也没有